你也说 这题你看出来两遍 两遍几遍 这怎么说你 现在我的感觉是啥 就像叫小孩写作业 不会问家长 问大伙伴 一家一得几得三 然后二加二得几得五 就那种感觉 我跟你说 他都记了多少遍了 到老没看明白这道题 你这个问题 他不就是说行人参与道路交通的特点 除了行走随行大 方向多变以外 还喜欢聚集围观 这下说了这些是不是 对 他要你回答的是 他说的是正确还是错误 对 你把他记正确了 完了这一道呢 这一道出哪去了 这一道他的问题是 行人参与道路交通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这不是特点吗 你不特点 你就问你 特点是什么 这他不是问题里头都除了吗 除了喜欢聚集围观吗 完了这道题呢 这他他有四个选项 一个是随意行走 随意性大 方向多变 全部都是 还行动吃法 还喜欢聚集围观 你看这里的回答的就是 已经被这个问题包含了 他到方先对以外就停止了 后面就不用拿了 对呀 完了这里边 他不就是有这个 行行我再敲一下 对我看明白 我再敲一下 四五个小时就抠着这一道题 昨天抠着完抠着不对 这不有指动了 我得敲回那个 哎呀我听妈 我也不知道咋回答了 这脑子受刺激了 这这耳间受伤受刺激了 不能这样是 我到妹姐咋的 已经有个命保住了 下来就挺好 他自个老交召 交召 交召就不行了 就考个试 我说不考能咋的 不考就坐车走 坐车走 坐车走 哪有叫方便 他记咋的 他记A 这不B 假如这道题出来的时候 答案正确是C 他就记C了 完了那个这个考试测试呢 他等过一会儿 再出这些这道题的时候呢 他又改成 这个答案可能改成B 或者是改成D了 他不一样的 我说你别记住 那个标识是C是D 你就理解这个题 你回答他这个正确问题 哎呀我这么说 好像显滅我多聪明 不是我显滅多聪明 他就跟这上纠结 就理解不透了 理解不开了 我记死我 我还有今天这个家校这个考试这说来电话到现在没来 也不知道咋回事 明天能不能考上不知道呢 不一定的 能考就考考不上就不考呗 就等两天呗 这跟哪不是呆子你现在 现在就呆子呗 我这个一边倒背倒背倒背的又倒背上了 我不倒背 这才他刚才他这问我 我说要我不说 我说啥 说都他烦了 挺专注的 明白没明白 你得明白他咋回事 还没明白 我也不知道是我这解释不清啊还是啥呀 那两道题你就查字数吧 你就查字数 他问题的字数多少个 问话少那个 问话少那个就是回答 你就把上面问话多 那后边那段话一点就对了 用点笨办法也行啊 答字底个什么呢 答字不会写了 你就去按照自己写的答案 竹子头的一个河 河梦的河 河记那个河 对那不就对了吗 说话叫你说话 跟我的妈说话 说话 我把手机给你支上 哎一会儿又是一天 跟大伙儿唠嗑 没事了 晚上做直播了 有什么话大伙儿晚上就问 我们俩之后就告诉你们 没啥事儿 我们今天下雨去报名去了 报纸明天考试 但是到那儿 没来电话通知呢 他每周就考两次 周二 周二一次 周四一次 我说多交点钱 我一堆都考 那你说 你何必呢 交多钱干啥啊 你考过去再交呗 你说有病啊 说我还那工作人员挺好 你说你有病 你说你 意思你就是那啥 对那工作人员挺好 说你为啥教我 你一旦考过了多好 明天下午就回家了 但他说给我交 当天没来电话 都四点了 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考 每周考两次吧 头哥但愿在月底之间考过去吧 也不搭 然后我说也是 新媒体反正不敢说百分之百就过吧 也是反正就锻炼吧 来锻炼 没啥事儿一天就呆了 见你网友什么的 就刚才能用半小时时间 捣鼓得有十遍呢 这还没给我来电话 这还没给我来电话 又坐立不安了 眼睛都看花了 天天看题看 我们去压大十年没这么看题 加拿大市可要考了 他没能够提 也没那么多事 提很少 那老人给我考试那教官 当天我考试很奇怪 对面楼失火了 我路好的时候呢 就是我骄傲车一个在我前面过 也往我一停住了 其实他没告诉我停 完了我考过之后 那个教练一个老太那么考官 说固的固的就这样的事儿 他说 他外国考你 你不会英语吧 你不用害怕 他这样比往往左 他就高手这样 往右高手这样 stop就这样 做一个老太 拿笔就那么记 往里下了就告你ok了 就是固了过了怎么说的 pass pass就你过了 你就很高兴吧 很好 和恶多伦都都是一把过的 但是在国内这个题太多了 扣分了罚款的 也太多了 所以有道题 还提反向的问号 正在那说错的 错的说对 这个我就整懵了 猴哥本来学习就不行 再说一样猴哥看书 简直是我应该看十个书 我也不干这个活 简直我看前头都白了 真的 嗯 猴哥今天大午落课 谢谢大午的鼓励了 那些人可能网上告诉猴哥 一定能过 说那些话呀 真的猴哥真的很感激你们的 这么长时间 自始以终之终啊 从做这视频这两天来啊 猴哥向哪个加拿大说真搞 虽然干活累的 但晚上一看视频呢 哎呦 睡觉可高兴的 垫着猴哥的 杠砍树什么 戴安全带什么的 真的谢谢你 猴哥咱这网友跟别的不愿 像个儿的 猴哥说一百遍 真像个儿的哥哥姐一样 那么垫着猴哥 他考试不笑坏了 考了七次 七次 我说你又破多伦多记录了 可能猴哥也能破这个记录 所以 我那个考试记录啊 真可能是 就是去加拿大这些 没有几个人能达到我的考试次数 加拿大最严重的考试教育 就是超越校舍 那是 超校舍罚款2000加币 那是不客气的 这个你绝对 如果你超过了 他就超你车号 完了回头告诉警察 也会抓你的 这相当严了 那校舍在加拿大 校舍一停 你绝对一动不能动的 不像哪个 它得有红牌子 得stop伸出来 像国内的校舍 我看伸出来了 还有车还可以敲 那个教育也有效不一定 三天到你可以敲校车 但加拿大只要那个stop出来 你不管前车 或者警察车都得停一下 什么车都得停 那是非常严格的 我那回考试就是 就是看校车没停 我那是 我给大伙说说 就是我考试的事 猴哥是我们俩第一年去 夏天的时候 第一年去 我们俩一起考的路试 考完路试以后 猴哥就接着 不是 说错了 一起考的比试 都是一把过的 猴哥紧接着就考路试了 也是一把过的 他就开车了 我就不愿意开车 原来我在国内 2000年考过一次驾照 也是比试路试 都是一次过的 但是我就不敢开车 为啥不敢开车 就是他老是训斥我 我说你陪我练两趟开车 我练习练习 因为在国内考试 不都是那个在场地考吗 考完之后路上的路段很少一段 我还不敢上路 还得自己练习 猴哥就 人家哼得我 一摇我 把我就吓懵了 有一回他给旁边坐 我差点没跟前面车撞了 完了他给那块哼得我 给我哼得点 后来我醒醒 我说算了 我也不考了 完了到那边以后 猴哥考完了 他就能开车了 孩子在家 孩子开 我心我就不考了 后来那边夏天 他回国了 他哥哥有病的回来了 回来那个到了六七月份 到了八九月份 这孩子都上学走了 我实在憋得没办法 因为在加拿大那块 那住的离那个超市啥都挺远 离那个路边公路也挺远 你买菜啥干脆拎不回来 我说念鼻子去考 第一遍没考过 考了两遍 我那回就是考 哎呀我这个 我就不说多了 因为这个我现在正写这一段呢 然后我就 那个里边可能说的详细点 怎么是找教练呢 教练都告诉啥呀 晚上哪块就考试一下 怎么考过的 还有遇到这个校车没停啥的 这个我在这个啥 这文章里说了 这会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我就是考 我在加拿大考驾照 是比试一次过的 路市呢 有一个G2 G2就是G2排 就像咱们那个 G1 G2 就是C1 C2吧 我那回我是考了两遍 第一遍我说没考过 是看见校巴车在那停的 我没停 那是上那个多伦多 东边一个小镇 叫Linsey一个小镇考的 第二回考过了 第二回怎么考过 我现在脑子里 一点都想不想来了 我觉得这个对你印象深刻的吧 就是你考不过 遇到什么都刺激你了 这个印象才能留在脑子里深 我就是遇到校车 那个没停 被考官给指指住了 第二次考过我就想起来了 后来考G牌 那是三年之内 是五年之内啊 加招拿到以后 必须得把这G牌考过了 如果不考 G牌就永久性的 每十年换一次 五年是十年的忘了 反正如果这个G牌 你要不考过的话 那就是过了几年 加招做费 所以还得重新考 我那次考G牌也挺上火 我一共考了五遍 头四遍都在多伦多考的 不是 都跟教练上那个小镇考的 都没考过 后来第五遍 我也心疼钱了 这去一回小镇 就得一百七十一百八 整个家园呢 跟教练带上去 小镇也不好过 也都不好过 现在人都上小镇考的 对 都上小镇的人少 他过的可能考试 考官年龄都大 咱中国的教练 都领你上小镇考 一般的都能过 差不多都能过 后来我行 我儿子就跟那个 网上给我找多伦多市内的路线 我行我上多伦多市内考吧 考一回是交七十块钱吧 七十家园 然后我就根据那个路线 我就自己练车呀 早晨晚上不忙的时候 我就练 练了几天以后 约门差不多了 你往前瞅 你做视频 你不往前瞅 你还打哈欠 那你不主角吗 我这配不着 你还打哈欠 你这不敬业 我告诉你 你得精神饱满 你这练体练活了呢 哎 猴哥 今天一年 就是一天学了学 能处理下 那十一年 没这么看过书 头一次这么看 给我累了 昏头张了 没办法 这没啥事 一天这学一条 你多好 再说是 这也很好 好 你想 答案都个底下 就是你去委的 他有证据 拿错误 答案 你后面就行 所以这个 今年已经计较了几次 哎呀 反正考吧 猴哥 行考不过再考 我就一直考 其实然后我家孩子 还 还是 还拉视频 还安慰他 这样 嗯 说那什么 说都 不是所有人 都能一次两次 就过的 不好考 我还安慰他 说他脑子受伤 那天受伤时 有关系 后来我想一下也是 真的没有关系 我脑子受伤也很快 猴哥就坚持认为 自己是笨 就不是干这个 猴哥干点活 没事 我呆了 我真是难受 这屋子给我呆 本来憋了吧 天又热 这两天涼快点 昨天还能管台风了 是吧 这三下都不管 我来日几月都没管过 台风 都说说是 南海观世音大佛保佑的 这个台风一到三下就过去了 都这么说 哎呀 咱这考试 好了 今天就说这些吧 晚上跟大伙儿 直播呢 还有两小时 八点到十点 晚上到十点 你就说 晚上我们明天还考试以后 八点到十点 还有这两个小时 好了吧 欢迎大家来直播见 谢谢